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课 今天的主题是土壤和肥料 大家看了以后,记得订阅和点赞 你们的鼓励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下面我就开始讲 为什么呢?我们讲了育苗了 前面三集都是讲育苗的 那育苗过后,大家要问 用什么育苗?怎么摘?肥料怎么配? 今天我就讲这个问题的 那说到肥料的话 大家最大的困惑 就是现在去不管荷尔地坡或者是苗圃 去看卖的肥料 琳琅麻木,上百种牌子 哪些是哪些的话 很容易混淆 我今天就续续给大家讲一讲 讲了以后,后面我会分享一些图片 懂英语的一看就没问题 即便就是说英语差一点的 那按照图去找 肯定不会错的 那首先一点的就是土壤的问题 土壤的话,它是最传统的一种 就是说栽培机制 土壤能培育,就是浮育万物 什么洋料它都含有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但是名称上呢 它这个在销售上它就有几种说法 一个是表图 TOP SOIL 再一个是GARDEN SOIL 花园图 还有一个叫BLACK EARTH 黑图 说是这么说 更多的话,它是从这个商品销售的角度去 做这些牌子的 在我的理解的话,差别不太大 表图的话,就是表层图 因为表层图 这个20到30公分这一个 刚好是生命活跃 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层 土壤这个维生物非常多 肥力也丰盛丰富 一般需要到30公分以下以后的话 这个肥力就差老远了 这是为什么输入这个表图的原因 它就是,其实就是以这个 人家在盖房子以后 把表图搏离出来 通过这个筛选以后 拿来卖的 它的好处呢是肥力齐全 但是呢,也许会含有这个杂涛种子 再一个就是GARDEN SOIL 花园图 这个花园图呢,其实是它是 无非是用这个表图 配了一下 通常的话它会配进一些 这个沙子进去 或者是石灰进去 甚至有的时候配一点珍珠盐 制食进去 有所改善 但是呢,跟表图也差不了多少 黑土的话是另外一种叫法 因为通常的话 咱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 大家都知道 因为它肥沃 是经过多年的草垫的积累的养分 所以这个颜色是黑的 复制制含量高 黑土 但是其实它也差不多 就是说是跟这个表图 花园图没多大差别 都能用 只要是带所有的 英语这个词 那就说明它就是土 就能用 不管你改菜地也好啊 这个盆栽啊 都能用的 没有问题 至于说是 大家说 那我草坪能不能用 那草坪用的 无非就是要插沙子 沙土要多一点 否正的扫到草坪上去以后 特别是给这个 现在有草坪的草坪的话 如果不是沙子 它粘土的话 它会把这个草坪压坏的 只是注意这一点而已 但还有一点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草坪上用的土 因为现在 这个起草非常多 但是呢 你把你觉得有虫的草 草坪厂出去 土厂出去 到了 结果人家收土的 刚好把它收了 筛一筛弄一弄 又拿出来买了 所以并不是那么安全 第二个就是 农家肥的问题 农家肥我们说的最多的 这个就是牛粪 羊粪 马粪 猪粪什么的 它带一个瓷 就是带一个 menu 还有的话 如果它卖的话 它做成袋卖的话 就是什么样的 身序来的粪 它袋子下有什么 什么样的标志 比如说牛粪 stool menu 它袋子上 很多时候是印了一个牛头的 鸡粪 它是印了一只鸡的 牛粪和马粪的性质差不多 但是和鸡粪就差远了 为什么呢 它是因为牛和马是吃草的 它吃下去的话 拉出来的东西 它里面汉的蛋白质不高 含氮量相应低一点 但是鸡的话 特别人工四味的鸡 它和食好啊 它吃的都是鱼粉 那拉出来的 它只消化了大概30% 70%又被它拉出来了 那它鸡粪里面含氮量就特别高 含氮量就特别高 所以用这个鸡粪的话 一定要凹透 不凹透的话 它含氮量高 你用出去的话 生虫不说 那烧苗 再一个的话 给鸡粪 用在这个叶子菜上可以 用在吃果汁的菜上的话 也是量不能太多 更不可以用在这个木本的花卉上 就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一个用的最多的是 蘑菇土 Mushroom menu 它这其实就是 蘑菇房里面 种蘑菇以后 拿出来的废料 这个废料的话 它含有大量的有机材料 所以用来改土是可以的 你做菜底的时候 一般的这个top soil 一般这个Mushroom menu 没有问题 那种菜种出来会很好 它附带的一个好处是 它里面浇了石灰 不好的好处的话 它可能这个 重金属含量会高一点 如果莫菇房里面 它打过沙虫药的话 可能沙虫的含量会高一点 就是这一点的差别 再下一个就是Compost Compost的话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堆肥 它是用过种有机材料 比如说树叶 这个厨余 这个含有机制的东西 去经过堆奥以后制出来的 它的养分的话 取决一堆的材料是什么材料 质量也这样 但是前提 不管你用的这个鸡粉也好 牛粪也好 马粪也好 或者蘑菇土也好 这个堆肥也好 前提是一定上欧透 欧透怎么变变呢 就是我过去讲过的时候说过的 三个指标 第一 不能有明显的臭味 第二 不能看出圆形 不能说啥事 还是 能看出 它还是牛拉的粉 或者吉拉的粉 或者马拉的粉 不能看出这个 欧透以后是看不出圆形的 第三个 那就是颜色 一般都是深色的 偏黑的 符合这三个指标 那就欧透了 不符合 如果很臭 那就再堆一堆 再捂一捂 但堆的时候 头上干上塑料布 防止这个散发臭味 也让它堆得更好 下来以后呢 就是一个栽培机制这一类 栽培机制建的最多的是 泥炭土 Peter Moss 还有就是 Garden Mix 或者Potting Mix 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Peter Moss 是用这个高山草垫的 里面的这个 泥炭 做出来的 这个Potting Mix 和Garden Mix 绝盗部分 就是用泥炭 浇了珍珠园 这样配出来的 有的呢 加了一部分土 差别不是很大 如果说你搞盆栽的 都能用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 Potting Mix 或者是Peter Moss 拿去 作为这个菜地的这个土 那就不太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呢 一个贵不说 还有 它里面缺乏了这个关键的成分 所有 土 永远是少不了的 因为土里面含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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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 非常 这个 这个齐全的 这个 微量元素 土 是一个基本的成分 你不能说 我让菜长得更好点 我全用牛粪 效果不好 还是最少是 一半牛粪 一半Top Soil 这样 堆出菜池子来 你猜猜能长得好 用这个Mushroom Menu 一样 这个一半土 一半Mushroom Menu 这样效果才会好 再下来就是肥料 肥料我们说的最多的 指的就是 其实 指的最多的是化肥 那化肥的话 不管什么化肥 它牌子可以很多 大家就要记住 它上面有三位素 蛋 零 脚 三位素 这三位素 就是第一位素 代表 蛋的含量 第二位 代表零的含量 第三位 代表假的含量 任何肥料 它国际标准 都必须标注这三个数字 你看这个 化肥代子昌 20 27 2 那就说 寒淡20 寒027 寒加2 那这个 含淡27 没有含磷 含胶 就这样看的 那它的差别指在哪里呢 这个同时含有蛋零脚 而且这个 零的含量 比这个氮含量高的 那它是一个蛋零脚复活肥 而且是一种 黄石型的复活肥 像这个 含淡量特别高 没有含磷的 它就是一个 纯粹的淡肥 那是一个素效的 学会看这个以后 你不管它是什么牌子 都能用 蛋含量高的 那它是一个纯淡肥 那蛋零脚 含量都有 零含量高的 它更适合给这个 结果子的菜来用 就掌握这一点就可以了 再下来就是 改土材料 最典型的改土材料 就是石灰 那石灰的话 我们学英语的时候 剪最简单的剂了 就Lime 但商品石灰上的话 很少有些Lime的 在这里用的最多的是 美石灰 它叫Dollar Pro 这个就是美石灰 它的好处的话 就是说是 既含有钙 也含有美 改土效果的话 它因为它含碱性 可以 大温就需要降雨多 土壤容易偏酸 用了它以后的话 对这个植物生长有好处 可把这个酸土 改过来 这个让菜长得更好 让这个 台选的话 不那么容易发生 就这个差别 再下来一个 大家很容易混淆的 就是冒起 冒起的话 就是覆盖物 这边很多覆盖物是木杖 因为它木头多 这个呢 绝对不是肥料 它是用来是在花园里面 做装饰的 一方面 它小便破了五行步以后的话 可以 这个压杂草 再盖上过种颜色的 这个木杖的话 可起到装饰作用 千万别把这个木杖 当肥料买回来 英语名字 待会我在字幕上 我也会写 然后说到这个肥料的话 因为这个前两年 我们试图买过这个 大家都想有机吗 买过商品有机肥 但是这个商品有机肥的话 它有一个 不能调和的矛盾 什么矛盾 它呕得太透的话 那它这个都分解了 洋分含量 这个跟化肥 没多少差别 呕得不太透的话 那好 我们用了以后 小动物来了 特别是那个鱼骨肥 因为这些 所谓商品有机肥 它就是利用这个 这个鱼骨头啊 竹骨头啊 牛骨头啊 血粉啊 草粉啊 这些东西弄出来的 无非经过这个墨系 高温消毒这样弄出来的 但是 歐透这个程度上就差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它们以后 容易招惹小动物 招惹蚂蚁 这两下我觉得 这个带来的毛病更多 所以我不太主张用 用化肥的话 没太大问题 但是呢不能多用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 这个规定的用量用 活力施肥 同时的话 我主张大家 自己动手堆肥 那不含肉的 不含蛋白质的 这些材料 其实动物不能再利用的 找个密封的容器 或者做个堆肥坑堆起来 两年以后就是很好的肥料 只是堆肥的话 我们会装门装提酱 它有这个三反的问题 就是凡臭 凡虫 凡动物 凡污染的问题 下一步的话 我主张大家多种这个绿肥 有一种绿肥的话 它叫酱三叶 它是一种豆蔻木草 蛋白质含量高 然后的话 它也可以这个孤蛋 可以美化环境 生长很快 产量很高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长的时候长很多 产量很高 要出去很容易 这就是绿肥 它不会说种在地里面 这个难消灭 不会的 结合我们这个菜地 以后存在一个轮轮做问题 就是这个菜种两年以后 种啥都不长了 容易生毛病 生虫子 那咱们就种上一部分绿肥 加三叶 具美化的菜地 也可以提供 自己来对肥的欧肥的 这个高蛋白的有机制蛋白来源 这个 请大家注意看我的美片 注意看我的分享 慢慢学 总会这个有收获的 今天就讲这么多 等到下一期的话 我们要讲这个花园规划 我菜地的改造 怎么设计花园 怎么做菜地 菜地怎么做才好 今天时间的问题 就讲这么多 请大家记得 订阅和点赞 谢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进入在家 种菜种花 这是最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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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